大汉帝国第一战神,是多少人心中的英雄呢?二十岁出头,就名镇华夏,为何会英年早逝?这里是佛学典籍,点个订阅,让我带你一起播开历史的云雾,看见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韩风烈,铁弓破裂北国界,马长司,匈奴狂奔,华夏气血,横扫敌鲁心如铁,马踏骑连胡琪切,胡琪切,九泉挥洒,恶郎尽命。 汉武神兵获取病,十八岁亮相,二十三岁谢幕,与匈奴战役六次皆胜,封万户侯,饮马九泉,封郎居须。 身后嬴如七连山,美名流传续千年,少年英雄是如何成功的? 相信我们在小时候都有一个将军梦,谁不想在年少的时候就成为万众瞩目之人,在影视剧中看到风亡败江,又有谁不热血澎湃?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如果我们穿越回古代,自然也想尝一尝年少有为受各方敬仰的感觉,那样才不枉在世上走一遭。 可曾听闻获取病,他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也是我们所梦想中要成为的人,十七岁,两出定香,公贯全军,十九岁,三征河西,开疆拓土,二十一岁,统帅三军,纵横漠北,唯我冠军侯事业,或许并是一个代表着神奇,青春,热血的名字。 从汉朝开始,我们与匈奴之间的矛盾就已经白热化,想想获取病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啊,他一生数次指挥大军与匈奴作战,且每战都是孤军奋战,哪怕深入敌后也能把匈奴给杀得骗甲不留,以少胜多在获取病这里已经是常态了,他的名字已经能让敌人闻风散胆了, 袁硕六年,公元前一百二十三年,获取病上布满十八岁,以标谣校尉贤跟随大将军魏清出击匈奴,即历史上的漠难之战,由于获取病的一再请战,魏清挑了八百名勇壮萧綦麒归指挥。 出批战袍,虽出上战场,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和指挥经验,到出生牛犊不怕虎,凭借着自己的一番热血和滔天勇气,硬是带着八百精壮离大军数百里进行长途奔袭成功突袭的手,仅出战便斩首补鲁二千二十八级,得向国。 当户,斩蝉于大副刑集若侯产,补济附罗孤比,年纪轻轻,出上战场便大胜而归。 并且拥有最不错的战果,此消息传入汉武帝的耳朵中,使他龙颜大喜,当即决定册封冠军侯,带有勇冠三军之意,不满十八岁便封侯,这绝对是钱无仅有的。 这也足以说明,获去病的勇猛,年纪轻轻,便可勇冠三军。此战,获去病年轻,骁勇,没有经验,八百萧綦虽然汉勇,但大漠中敌我不明,极可能遭遇匈奴主力,被拒而兼支,血本无归。 汉兄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苏健,李广都有这样的经历,赵信也是在寡不敌众部下将近的情况下,富归匈奴的。 但是此战的胜利,对获去病和整个汉军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是长途奔袭战术小事锋芒,便显示其巨大的威力。 也正是因为获去病出生牛犊不怕虎,才让此战取得了奇效。 但这也仅仅是他传奇生涯的开始,年纪轻轻便能取得如此战果,称他为军事天才也不为过,也正是这一次长途奔袭的成功,对他来说可以总结出来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此战过后,轻装简从,长途奔袭的战略思想,成为获去病的主要对敌战术,并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与世不爽,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此时的获去病就像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江星,这位大汉朝最耀眼的江星从一出场就以其势不可挡的锐气,充满新意的战法,崇尚进攻的风格,昭示了汉兄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击阶段。 汉军横扫大漠,称雄塞外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出战时得获去病的名声大噪,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汉朝武将的首要人选。 汉武帝也可谓是用人不宜宜人不用,也许他也是看中了获去病的这种冒险精神,相信能给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奇效,结果是他的选择没有错。 元寿二年,前一百二十一年,春,汉武帝任命获去病为票级将军,率领京旗一万人,从隆西,金甘肃省临桃县,出发,攻打匈奴,然而获去病果然不服众望。 曾经看不起汉朝,认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的匈奴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许是因为代价太大,匈奴人也发出了流传至今的三哥往我七连山,使我六处不翻溪, 使我燕之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元寿四年,公元前119。 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漠北之战, 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 此战汉武帝也可以说是放手一搏,调动十万骑兵,十四万战马,步兵几十万人, 由魏清和霍去兵带领,分两路进军末北。 此时的霍去兵已成为汉军中最耀眼的那颗星了, 他也在一次次的战争中获得升华,将他的大兵团长途奔袭战法发挥到了巅峰, 在深入末次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获去并率部奔袭两千多里。 以一万五千的损失数量,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三人, 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尾八十三人,也许是想和蝉鱼较量一番, 获去并一直追到了金蒙古肯特山一带, 就在这里,获去并暂坐停顿,率大军进行了祭天帝的典礼, 祭天封礼于郎居须山举行,祭地禅礼于孤眼山举行, 再次之后,获去并再次追击,一直打到了汉海才进行返回, 封郎居须的典故由此而生, 末北之战后,使得禅于远顿,末南再无王庭, 获去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汉江沉汤的那句犯我强悍者。 虽远必住 获去并的一生,用传奇来形容,真不为过, 汉武帝时期的强盛与其出征匈奴密不可分, 遥想那时冠军侯,使敌不敢窥阴山。 正是由于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获去并的死因, 导致关于获去并的死因一直争论不休, 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病死的, 这个观点是主流观点, 出自于获去并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之口, 只是此说法也是楚少孙后来补录的, 并非是司马迁记载的, 其真实性有待商榷, 二是匈奴人的报复, 获去并差点就灭了匈奴。 匈奴禅于怀恨在心, 就派人在获去并必经的水源投毒, 将死去的牛羊尸体放在水源, 引发瘟疫, 最后获去并死于瘟疫, 这个说法看似蛮有道理, 但是细细推敲, 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载可知, 在获去并死之前, 还在甘泉公的狩猎中, 射杀了李杆, 这么勇猛, 丝毫没有一点病态, 然而不久之后就突然去世, 显然不是瘟疫造成的三世阴谋论, 无非就是获去并和自己的舅舅魏清, 掌管大汉朝的军队, 功高盖主, 为了避免外戚作大, 汉武帝就将获去并给除掉了。 这条阴谋论看起来蛮有道理, 但是细细想来, 当时匈奴未灭, 汉武帝还准备继续北征, 正是用人之计, 又岂会这么早泄沫杀驴, 并且直接干掉大将军魏清不是更好, 又怎么会选择获去并呢? 似是李广后人的报复, 李杆因其父李广之死, 怨恨大将军魏清, 打伤魏清, 或去并忍不了, 就在在甘泉公的狩猎中射杀了李杆, 事后, 汉武帝宠信获去并, 并没有将其治罪, 只是对外宣称李杆被鹿撞死的, 这个说法无非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但李家人看了李杆的尸体, 怎么能不知其中的端倪, 因此, 很有可能是李家人为了报仇, 将获去并给害死了, 只是由于做得隐秘, 没有证据直接指向李家, 只是有些风言风语,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卷109, 李将军列传记载, 李杆以校尉从票计将军击胡左贤王, 愿大将军轻之恨其父, 乃击伤大将军, 大将军逆毁之, 居武和, 赶从上拥, 指甘权攻略, 票计将军去并与清友亲, 射杀杆, 去并释放贵姓, 尚会云露处杀之, 居遂于, 去并死, 司马迁将两者的死放在一起, 是不是在暗指或去并杀人者, 仁恒杀之。 就不得而知了, 或去并虽然永贯三军, 但是少年得志, 为人跋扈, 得罪的人还真不少, 司马迁都有点不喜欢他, 认为他跪不省事, 飞扬跋扈, 可能当时关于获去病的死因, 虽有风言风语, 但没有实锤, 司马迁也不敢明说, 最后选择了一笔带过, 用一死字罢了。 总之, 不管获去病是怎么死的, 都应当与汉武帝有着极大的关系, 最大的可能就是, 汉武帝不得已亲手处死了自己最得意的塑造品, 心里愧疚, 所以最豪华的下葬仪式已是哀悼, 他给获去并修的坟墓外形像齐连山的样子, 并调遣边境武郡的铁甲军, 从长安到茂陵排列城镇, 把永武与阔帝两个原则加以合并, 追视为景环侯。